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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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嘹亮 亲爱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这张电视台综艺频道 回声嘹亮的 五一特别制作 我们将会连续三期播出 以劳动者为主题的特别节目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电视机前的各位劳动者 谢谢你们对于 回声嘹亮的大力支持 亲爱的朋友们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您也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曾经有那么一首歌打动过您 那我们的舞台随时欢迎您 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和您喜欢的艺术家面对面 唱响您心中的旋律 劳动者的节日 劳动者的舞台 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 将会邀请三位嘉宾 和大家共同唱响 劳动者的心声 一起回忆那些经典的旋律 那今天首先为大家邀请出的 是著名歌唱家 撒鼎鼎 欢迎 欢迎 山谷里有惊慌 妻子在那风里飘 我看见山影在寂寞 两条雨上飞 两条雨和穿过海 一样陷着河水 一片河水落下来 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心跳身上 坐满山影的回 我看见山影在寂寞 两条雨上飞 两条雨和穿过海 一样陷着河水 一片河水落下来 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心跳身上 坐满山影的回 下我慕容 他们在寂寞由 太好意思跟着林鼎站太近 我怕挡住她这个整体造型 我记得好像在春晚上穿的是这身服装 对 是这套服装 好漂亮啊 谢谢 她随意一转身的翅膀就扇到我身上 鼎鼎刚才出场演唱的这首《万无声》啊 很多朋友都是在今年的春节联合晚会上听到了 也特别的喜欢 这样吧 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大家伙 带着鼎鼎 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今年春晚上鼎鼎的光彩 一起来看 春夏天冬天冷啊 夏天雨啊 水啊 秋天远逐转来 你生命暖的暖暖 你说那时午后面 有白茫茫茫雪 上不理由 惊慌妻子在大风里飘 太美了 简直是如梦似幻 我们当时在电视机前看的时候 就觉得哎呀 怎么那么美呢 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比你更多 因为我们还是看到很多3D的效果 虚拟的效果 是 但是其实我在现场 我其实挺替鼎鼎担心的 就是我们那个台啊 都是一直在升降着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着呢 就好像很美 但其实演员站在上头 你想又要唱歌 然后那个台又要升降 然后鼎鼎还有舞台调度 就是从后面要一直走到前面 当时自己也要担心吧 是 因为我是要站在其中的一个模块上 我只能半个脚掌站在上面 半个脚掌站在上面 对 对 半个脚掌站在上面 就是半悬空的感觉 对 然后它就在不停的起伏 一开始排练的时候 其实总会有一点头晕目悬 然后对 尤其是从那个台子排练完走下来 就会觉得所有的地板都是软的 脚的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其实都有一点晕车的感觉 有点微微想呕吐 因为你想就是几分钟一直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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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一块地板是实实在在的地板 对 对 所以我想春晚制作的背后 包括我们春晚演员参加春晚的这个幕后的故事 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也希望今天鼎鼎能在我们回声聊亮的舞台上 跟我们更多地分享那么多时代带给你的歌曲 好 带给你的记忆 好吗 好 来 再次有请鼎鼎来到我们的嘉宾席入座 欢迎萨鼎鼎 好 谢谢鼎鼎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为您请上下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可以说他的作品堪称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影响了几代人 时隔这么多年再听起来还是那么的亲切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歌唱家 王杰驰 有请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终在校园中希望花开草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是多 兰花却依然 包也无一格 兰花却依然 包也无一格 小小的一片雨呀 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们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 兰花却依然 开上天浪花太阳啊 我才到海边来 游花却依然 冰花却依然 凉花却依然 宝花 сам 走在相间的小路路上 木贵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陪朵夕阳在胸膛 冰森的云彩是关下的衣裳 笑一切在脸上 等一句相聚笑唱 人思绪在晚风风飞扬 歌少论莫愁唱 抖嘴万风飘散 一望在相间的小路上 走在相间的小路路上 木贵的歌声在荡漾 往往往他们唱 还有一支短的音乐在吹响 还有一支短的音乐在吹响 欢迎王老师老师 你好 王老师你好 刚刚王老师唱着几首 《校园民谣》连唱 我和小宁一直在这儿 边跳舞 然后边跟您合唱 不光是我们俩 来下的观众都特别的兴奋 所有人都会唱这些歌 对 我看大家都在跟着我一起唱这些歌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 我也想问问王老师 您第一次唱《校园民谣》是在哪一年 第一次是在1979年 当时来讲《校园民谣》特别好听 同时也觉得特别适合自己的嗓音 首先就是用 搬唱了一批台湾的校园歌曲 跟着咱们的作曲家 郭建芬老师又给写了很多原唱的歌曲 应该说是最早用《校园》歌曲的方式 首先向中国的歌坛介绍了流行唱 王杰士老师演唱了这么多歌 我们那么多人喜欢您 您有没有在今年想过 有一种方式来回馈大家伙对您的喜爱 这个比较重要 是 因为去年5月4号 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这个你应该说非常成功的 这个座无虚席 而且门口还有等退票的 因为我们的票卖的实在太便宜了 六毛钱一张票 六毛钱 大家不要笑 我只卖了一百张六毛钱了 不是 但是这种方式真的值得提倡 就是来回馈那么多人 今年准备在或者人民大会堂 或者在哪个场地准备 今年可能还要再搞一场 具体的日子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定下来以后一定及时的通知大家 今年那票价卖多少钱王老师 怎么也得涨到七毛钱了 怎么这也得七毛八毛 对不对 您告诉我们有多少张吧 看剧场呗 反正人民大会堂就是六千张票了 那个我跟主持先订一百张吧 现场有报名的朋友吗 有啊 都报名 行了 那我们全场都预约了啊 这有一千多张就 就一百张 没事 陪和转是小问题 大家喜欢啊 能够后来支持我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今天您能来我们也特别高兴 在此掌声送给王杰石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 回忆那些经典的旋律 好 好吗 谢谢 有请王老师入色嘉宾系 谢谢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来让我们欢迎今天 回声聊亮的最后一位嘉宾 那也是大有来头啊 掌声欢迎 著名学者 关副国务长 馆长 马慧忠先生 马先生 您好 马先生 您好 欢迎您 我觉得您刚才 我们一起来 站在那的时候 就特别有气势 这是您的标志性的站姿 这个我岁数大了 得站得稳重点 第一次来到我们回声聊亮做客 现场那么多喜欢您的观众朋友 就是我很少在这样的场面中出现 这个因为 这个我不是一个演员 所以很少登台 登台就感觉有点很特殊 马老师您没有准备歌啊 没有 您来了必须得唱啊 我一唱歌他们就都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一提到马维都老师 跟您连在一起的这个名头啊 一般都是收藏家 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马老师他也非常热心于参与文艺创作 曾经就参与了这个电视剧 海马歌舞厅啊 编辑部的故事等等的创作 那么您说了您今天不唱歌 那么我就问问您 对于您来说最经典的小品相声 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 您能想得起来哪些 那时候啊 就是文艺娱乐最多的是相声 因为像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侯宝林先生 这个相声大师 马三丽先生 相声大师 我们能听到的有刘宝瑞先生的这个经典的相声 我也想问问马先生 您听的最多的一段相声是哪段啊 您最爱听的是哪段 珍珠翡翠白玉汤 那您听那么多遍 肯定都会说了吧 有 说不了 就是这个刘宝瑞先生说话的声音比较高 他一般都说 这个我说的这个事啊 是这个多赞的事啊 他用这种很高的声音说 珍珠翡翠这个白玉汤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他说 众位爱卿 你等大家不语 各身双指 朕已明白你等之意 你们原来是美人想再来两大碗呢 就是大概是这个 没听过吧 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我都会有点紧张 所有的观众都是头会看到马维都老师在台上讲相上 我告诉你们 向你们保证 我们一定会在节目过程当中 给他们开档唱歌档 你们欢迎吗 马先生 您别后悔啊 您来我们节目 我们一定得轰着您一起咱唱两句 您是现在唱还是等会唱呢 我 我等会唱 那我们有请马先生入座我们的嘉宾席 有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成温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嘹亮 这是了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呢 让我们请上第一位翻唱经典的推荐人 有请 唱响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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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站在这了吧 你下一个台阶 请问你是谁呀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萨丁丁老师好 王爷爷好 张爷爷好 张爷爷 张爷爷是哪个 马爷爷 妈妈妈妈妈爷爷好 我叫林一嘉 我叫林一嘉 今年七岁了 你来自哪个城市 我来自上海 上海 那你会说上海话不 不会 不会 没学过 那林一嘉 我可听别人跟我介绍过你 他们没管你叫林一嘉 他们管你叫什么来着 小萨 小萨萨 小萨丁丁丁丁 对 为什么叫你小萨丁丁 因为就是说你看我这身衣服呀 衣服怎么着 真漂亮 我衣服就是说买相的嘛 买相谁的 买相萨丁丁老师的 我注意到你身前那锁可够大的 够抢劲的 这锁是干嘛的呀 这锁是用来活岁数的 活岁数的 为什么这锁 这锁叫什么 这锁叫长命锁 长命锁就是用来活岁数的 这真管用吗 对 给我也弄一个呗 我也想长命百岁 你那有多余的吗 有 有真有 赶紧的 不是那人家真的得拿来 你真带吗 我当然带了 你在啊那你看看吧 我特喜欢 如果是人带 小妮往这边看 来小萨丁丁 你给小妮戴上吧 来你站上好了 还会看不高 你这是长命锁嘛 这上头写着什么你看人 你这个不是长命锁 你这是假锁 人家上头写着长命富贵 你看真的 我的这个比你大 我戴上以后肯定比你还长命百岁呢 对 你为什么给他弄个这么大的锁呀 因为这个锁呢 比我这个活的还要多一点 哦 是对我亲生的祝福是吗 嗯 那我就戴上了呗 那我头太大了钻不进去啊 你这 你还真戴啊 给你戴上行吗 我 这这锁是你哪来的呀 是电视台做的 哦 是 原来是人家导演干的事啊 是我们做的 这样我问问那个林一佳 你刚才唱的歌叫 万物声 万物声 我们知道这个万物声有汉语版 还有泛语的版本 对 嗯 林一佳听说你也会 对 你会吗 很昂贵 那你给我们唱唱去 好的 要我们帮你拿着吗 不用 不用 这道具 这么难道 无限半仨沙都沙迷 阿玛罗本来呀 半仨沙都沙迷 阿迪沙都沙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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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词怎么背 她说林林姐姐 我没有背啊 我就跟着唱 唱唱三遍 我就会了 我就觉得可能 当我们去欣赏一个音乐 或看到一个表现的 新的形式 我们不要放下 自己所有之前的 那些格格调调 要放下那些限制 放下那些框架 可能我们直接 第一时间就能捕捉到 这个作品 给你带来的一些感觉 所以可能林林佳 是不是也是这样 没有背 唱了几遍就会了 对 对 谁说只有小朋友 才学得会啊 那你大人也学得会 是吧 王老师 这个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要不要学一下 我 饭雨 这有点难度 饭雨 我这吃饭还行 饭雨就够呛 我说这个萨丁丁 我是非常喜欢她歌 另外我妈特喜欢她歌 妈妈也是听着 萨丁丁的歌长大 我妈都87岁了 真的 87岁 她会唱吗 她说你瞧人家 赛丁丁人唱的歌 我不是赛丁丁 我是萨丁丁 萨丁丁 不是丁丁 是丁丁 赛丁丁 我不是 是萨丁丁 甭管什么了 我喜欢她歌 她唱得多好啊 那您得学几句 回家给自己的母亲唱 她说这个丁丁的歌好听 这词啊 它比较复杂 我这背不下来 尤其是泛与版的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 徐大叔这么唱啊 反正我听丁丁的歌 里边唱着什么 唱鱼了 鱼有水了 这个老鹰在天上飞了啊 是这样说是 水里一条鱼啊 在有水啊 水啊 水 天上一只 老鹰飞呀 飞呀 飞 一条鱼啊 有水 破了一身水 天上老鹰飞呀 飞了一身灰 我听了 我听了王老师的版本 突然想起来 在今年春晚上 毕老师唱那版本了 我觉得你们 异曲同工之妙 不是 这我们家老太太这么唱 比我强 因为我都不会唱 人家万物声嘛 人家起码老鹰 有老鹰 有鱼 是不是这没错吧 是不是有的 有的有的 这没错 还剩万物声 这还剩了9998种 你都要唱起来啊 那可我们得慢慢学 对 你这个版本听得 在林鼎池翘的 前仰后合的 我这个小朋友 我也特喜欢她 看见林一嘉呀 仿佛看到了 咱们鼎鼎小的时候 怎么看到了鼎鼎呢 又好像看见 咱们林一嘉将来 长大的时候什么样 特别好 所以我们也谢谢 也谢谢王老师 给我们带来 不同版本的万物声 我们大伙都记住了 再次谢谢王老师 我们也谢谢 今天林一嘉 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今天离开我们舞台之前 你要不要去拥抱一下 你最喜欢的丁丁姐姐 好不好 去吧 我觉得这也是 对我们林一嘉的一个礼物 好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嘹亮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推荐人 他挺有意思的 他究竟要翻唱什么歌曲呢 不管他翻唱什么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 一种眼前银亮的感觉 尤其是三位嘉宾 其中的一位 对 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这位嘉宾上场 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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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